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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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助嘛 沮丧嘛 很气啊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盘中我有在看节目 我看那些盘中连线那些 很多自称为他是专家啦 什么什么达人啦 你到底讲到重点了没有 你到底讲的重点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不是讲一个放诸四海接准的标准的话 只是看到跌就赶快 你像昨天我稍微瞄到某财经台的节目 你知道他们在表决什么 表决说手中现在套了持股要开始停损了举手 好 全部的来宾都举手 就今天一开盘先大涨100多点 先大涨100多点 那你有没有停损 他们就是贴着盘面 看到涨停板解释涨停板 看到跌停板开始落井下石 那你要这种老师吗 你要听这种专家在讲 好的时候跟你讲到好到天上去 坏的时候跟你讲到定域18层还不够 还有第19层 你自己要去选择 昨天我跟你解释 弹上来 纳斯达克弹上来 不够力的话 他会再下去破底 果然前天先破底 昨天开始反弹 破底之后又反弹 那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在挣扎 还是在地上做挣扎 但是挣扎过程那叫打底 讲好听的地方叫打底 他搞不好是在酝酿下一波的跌势 也有可能 所以你不用做完全好的方向解读 或是坏的方向解读 你就是很冷静的去看 到底实际状况是什么 对不对 连续两根跌停板的细利古王 今天开低走高之后 有没有做全面性的指纹 对不对 今天的低点有没有被跌破 你起码观察三天 你至少要观察三天 对不对 这很合理吧 是不是跟你说 你看我节目也不是看三天 我做了17年的节目 你不会只看三天吧 我相信你看三天 也不会直接参加会员 对不对 你还是看一下别人 怎么鬼扯 比较厉害一点 我还是要告诉你 大盘跌到这里 今天虽然收小红 明天可能会涨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因为外资昨天还是卖了500多亿 今天应该卖个100多亿吧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依照台湾加权指数 在MSCI的权重来说的话 其实外资还要卖两兆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敢讲 你去看香港跌成什么样子 你去看香港跌成什么 你说老师他今天反弹了1500点 刚刚我进视频里面说 反弹了1500点 你知道他跌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陆股跌成什么样子 全部都破底 你再看一下日本股市跟南韩股市 再看一下那些欧洲主要股市 照MSCI权重 只是被动型基金 不算主动型基金 他就还在卖两兆 现在已经卖的4000多亿还不算 就还要再卖两兆 因为照市值下去算的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台湾人真有钱 每个人都要买台积电 都要存股台积电 我就搞不懂 到底是哪一群人 一直在利用媒体 帮外资提款 到底是谁 打五折 打八折我都觉得摇头 打七折我还摇头 打六折 我都不认为是很好的买点 观众朋友 台积电的技术是第一 我没有意见 台积电的获利 去年赚23块 600多块 是你你要买吗 我是你的话 我会告诉你 我会带会员下去买 长龙海运 买今天跌停版权益档 我不会去买台积电 今天560 你了解我意思吗 当然你可以选择 搞不好你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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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是你的话 我就很告诉你 我就很明显告诉你 我怎么算都不对 该调整的还是要调整 外资也很聪明 他也在算 怎么样才是最合理 所以你自己要去算 你说老师 那个配息18块 减资又6块 当然媒体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减资有减资的好处 配息有配息的怎样 反正你就是报中线的话 你就是拿24块 你就不要管他 你就是拿24块 当然你说老师 我减资之后 我本来10张的剩下4张 那有差吗 没有差 你懂为什么 你可能那时候股价是200块 你一减资之后 他也是除上去给你 你可能就变成400多块 450块 他价格会还给你 懂不懂 他价格一样会还给你 可是你要去算的是 他减资之后剩下200多亿 他可能今年的获利 可能就变成 EPS变成100多块 我还写以上 一定会超过了 一定会超过 因为他今年年初又交传了四个四艘的大型的货柜轮 所以他今年的运量一定更大 所以你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运价维持高档的话 他今年可能赚100多块 我是讲减资之后 减资之后股本下去算 可是你去看今天成交52万张 成交800亿 我相信有法人在卖 一定的 但是我觉得散户卖更多 但是特定人可能是毛起来买 毛起来买 因为人家会算 我放在银行利息多少% 可是我如果说是减资加上配息的话 这股价未来可能都是五六百 长龙这家公司可能以后就是减资完是五六百 他变成高价股 对不对 那以这种减资的手续这样下去看的话 你像之前国具也是减资之后 直接从200个多块冲到1400 1300 1400 对不对 那一波你有赚到吗 那时候可能因为国具你也看好 可是就是涨到400的时候你会怕 涨到600的时候你也会怕 1200的时候你就不怕了 为什么不怕 其实他股本缩小了 他股本一直减资下来 所以你要去了解 今天的下杀我觉得是一个散户的大逃杀 但是有心人 我觉得有心人是拼命买 因为他算一算 他真的会算的人 真的有计算机的人 算一算就知道说 这六块钱配下来 减资下来还不用缴税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想清楚你自己在干嘛 不是人家跟你说什么就什么 当然你愿意相信我的人 等一下广告中有电话 你手上有长龙的 你来找我 我不要说给你保证赢 我保证带你出 出在漂亮的点 出在漂亮的点 当然你要给我时间 不能说老师我们明天可不可以卖涨停板 我们明天也有机会涨停板 因为你要看清楚 跟着我一起来 好不好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现场 感觉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 3366 02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雇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作为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赶时间 每车 冲啊 不近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偏桥 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源范围 或路源延伸线往路段起散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喔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官的朋友 那刚刚我们先看一下电脑好了 这是港股 港股现在目前直线拉伸 涨了1600点 1600点 上证跟申俊股市 申俊都已经封城了 还大涨 大涨 大涨 你知道为什么大涨吗 你要知道国际的情势在哪边喔 乌克兰跟俄罗斯还在打仗 现在瞧不定嘛 现在要有一个中间人去搓嘛 搓原子汤嘛 现在美国人想到谁 叫阿拉伸去 叫阿拉伸去 阿拉伸会说你去 人又去吗 也不会嘛 他又不是傻乎乎的 先要到一些筹码嘛 要到一些糖果嘛 对不对 我去瞧瞧看喔 但是你要先给我好处啊 对不对 什么东西卖我便宜一点 或是说不要制裁我的那个 赴美挂牌的企业 有可能啊 结果你看现在就是这样 昨天跌1022点 今天直接喷上来 对不对 那怎么样 回到我刚刚上半场跟你讲 你照MSCI的权重比例的话 台湾台股 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 外资的抛售潮 你自己要很清楚 对不对 不是说什么 老师你看坏台积电 我就看你不顺眼 我就是硬要去买台积电 我跟你说 做人不会这么小啦 你懂为什么 我就是怕我每次都对 你每次都要跟我唱反调 每次输一屁股的都是你 那观众朋友 你在古海人生里面 你是哪一种型 到底是积极型 还是保守型 还是稳健型 这我不知道啦 但是百分之百的是不想赔钱行啊 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 这样没有什么不正常 你这样叫正常 那你如果相信我的人 我们今天买长龙吧 我直接讲 直接加码长龙 我原本就有 我每次买我都会写测标 我都不给你遮啊 眼啊 盖牌啊 拆啊 干嘛那么北七啊 我连卖我都直接跟你讲 这股票这么大 成交值800亿 对不对 一天成交值800亿 我怎么可能可以左右 是不是这样讲 可是你有些股票 我必须还是要跟你讲实话 你像有些高价股 今天都反弹了 股王股后都开底走高 你自己要加油 该处理你要处理 因为今天晚上联准会开会嘛 明天可能就有会议记录了 那到底是升息一码还是两码 反正一码两码都不重要 反正就是高价股倒霉 高本益比的股票会倒霉 就这么简单嘛 这所有你稍微有投资学概念 你就知道为什么 只是很多人他觉得说 有啊 你是在做空是不是 我说你可以找低档的股票 我从11月份 就开始跟你讲说 既然今年3月确定要升息 你就要去找低档低本益比的 也许短时间它会涨很慢 但是总不会这样跌吧 你自己去看 总不会这样跌吧 你去年的11月在这边 刚好最高点 你看五千多块 那你如果不走 现在剩下两千块 除以二而已 你觉得这种人需要同情吗 他也明明知道 可是他就不愿意去相信 对不对 当然你买一张要五百多万 我们可能会也没有办法 可是有钱人也不能这样任性 对不对 股票市场是地球进来乒乓球出去 我已经跟你比喻很多次了 不要以为自己很大咖 就这样吧 从11月份 刚好股王就在五千多就是最高点了 现在就除以二 除以二 腰斩 对不对 还没升息 这两天才知道 还没升息 可是人家 去年11月就已经跟你讲 和平书公告 就确定要升息 所以有一些东西 就是 就算我们明讲 告诉你 你愿意相信的还是相信的 你不愿意相信的还在买台积电 还在摊平嘛 对不对 老师我跟你讲 今天台积电除息两块七毛五 我跟你讲秒填息啦 你不知道 是喔 明天又跌个十几块 怎么办 秒贴息 是不是 因为你没有马上卖 就是 马上卖的话 你开盘马上卖 就是秒填息 对不对 你如果泡到明天 万一又跌下来 你就变成瞬间贴息 评套房啊 那不完 对不对 都别人害的 我都觉得 投资人很多 很好笑的就是 就别人害的啊 对 你像今天 我们新北市中和又停电了嘛 高雄天端今天也停电嘛 对不对 都怎样 用爱发电啊 失败 那失败结果怎么办 因为没找到真爱嘛 所以没办法用爱发电啊 反正都有他们一套的说辞 看你信不信而已 我觉得就看你信不信而已 对不对 你要跟着我来 我跟你讲我今天还下去加码 还下去加码 我们一定都买得到 不会什么什么什么 涨停板 人家涨了五万张 锁起来才再去追 没有 我个人是正向解读 所以我下去买 但是如果说你是负向解读的 就看 看你对我对 但是要时间来淬炼 时间来淬炼 昨天杨明也是 开高走低 老师到底是怎样 我说今天杨明也还好 跌个两三块而已 我是觉得他配二十块 基本上有时候我算一算 我说到底我去 我自己 我放银行定存比较好 还是我把定存解掉 我自己来买 因为算一算怎么算我都划得来 对不对 就不要短线进出 就买了放着 对买了放着 搞不好之后 长龙变一千多块 像国具那样变一千多块 也有可能 对不对 而且还配那么多席 何乐不为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动摇 要不要也插花一下 那你看像台华 你看人家就很聪明 人家昨天就申报了 什么叫做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都他在说的 都他在说的 那之后 他们老板再出来讲什么 你还会相信吗 不会嘛 对不对 立基店的老板再出来讲什么 你会相信吗 我不会相信嘛 对不对 当年历经下市 历历在目 桌上投资人 求售无门 我不会相信嘛 可是你会不会相信 你会相信 你相信的结果就是 从挂牌当天 一直跌 一直跌 跌破抽千价 连连抽到千 都赚不到什么 什么都没赚到 赔钱 所以有些人讲的话你会相信 所以有些人讲过的话 你不会相信 为什么 可信度 对不对 公司多好多好 我不相信 我看到这个人之前 他怎么分析的 就像观众朋友 你会看 之前阿炎老师怎么分析的 对不对 他一定有一个逻辑 一个胜率 几率 对的几率是多大 他会去看 我相信观众朋友 你很聪明 你会去看 当然你说 老师那我买200多块 长荣还是没解套 我说 没解套也不是我带你买的 你不愿意来找我的就算了 本来就是另一大事 你看节目 看节目就看节目 看节目也不是我的会员 对不对 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是我可不是塔律班 我不是民进党的党员 我不是塔律班 对不对 长荣行今天创新高了 请问一下 那天我买对不对 你现在来看就变对了 对那一天压回要买 早知道我跟你说 那个要先买 算一算 洪老师这样算都对 今天是创新高 那你相信我的 你请我当你的船长 我们一起来乘风波浪 乘风波浪 我觉得我很有机会啦 那前一波 我们是不是带你80几块上来 到140 你自己最清楚啦 其他我不给你多讲 我们有没有说到做到 你自己最清楚 有关心你的鼓跳的人 欢迎你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们一起来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有价值观 右购标 视频 咱们 当然 有价值观看 本节目公司与所推介为 7 8